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出租人支付租金 在租赁期内 租赁物件的所有权是属于出租人所有的 而成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绝对使用权 近年来 融资租赁行业在商务部 银监会 地方政府等相关监管部门的大力扶持 以及利好政策的推动下 融资租赁在国内得到快速的发展 而且势头非常迅猛 银行作为融资租赁业务当中的关键参与方 为各类融资租赁企业提供融资等金融服务 现阶段 我国融资租赁业务发展面临着以下的几个痛点 第一 无论是租赁公司和成租方 都存在着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传统的兽性模式 协同效率低下 成本较高 二 无论是资方 也就是我们的银行 还是租赁公司 都存在着风控难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 线下设备无法实现全面实时监控 难以高效准确的获取风控数据 纸质单据存在造假风险等 第三 多方业务协作主要依靠邮件沟通 纸质单据流转 效率低下 出错风险高 整体的自动化程度较低 在发生纠纷时 取证难度较高 鉴于以上痛点 利用区块链分布式记账 信息可追踪 不可篡改等原理 提升了租赁资产配置 资产流转 资金回流等业务操作效率 实现了全链资金闭还方案 助力资方解决了租赁交易真实性问题 从而帮助中小租赁服务企业 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的经营难题 使得租赁全行业进行升级改革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解决方案 首先关于欺诈风险 可以通过租赁设备等资产 票据信息 仓库管理 情况等数据上链 可授权查看 增加资产真实性证明 信息上链后 所有的纸质票据都可以数字化 而且可以保管其安全 同时当数据上链后 还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 监视承租人的交易行为的异常状态 及时发现和消除欺诈行为 其次关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区块链加ELT网络的构建 实现了租赁资产全流程上链 保证资产实现有效的链上价值锚定 从而使得整个业务周期的数据都是可信的 相关业务方可以高效地获取相应授权数据 从而有效降低风控成本 从而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最后关于效率低下的问题 区块链通过分布式记账 参与主体联盟链上的协同作业 等同于多方参与者 在同一业务协同中进行业务协作 智能合约自动化执行 可以让所有的东西 都能够根据预先设定好的程序 自动运行 过程高效 而且具有严格的安全保障 改变传统业务模式执行中的 容易造假 效率低下等情况 目前中国融资租赁市场渗透率 仅为12%左右 可增长的空间较大 传统业务模式的落后 是制约融资租赁市场增长的 关键因素之一 而区块链融资租赁 将在业务协作 受信 封控等多维度 提升融资租赁业务的效率 从而进一步打开 融资租赁市场空间 预计至2025年 区块链将为融资租赁 带来约1.6万亿的市场规模增量 约2.07万亿的业务资产价值 将在链上流转 2020至2022年为区块链融资租赁的基建期 这三年虽然增长缓慢 但也是未来市场增长的关键时期 随着行业成功案例的不断积累 区块链融资租赁生态将得到突破式发展 银行也将基于此 为更多企业提供更为高效 可信的企业信贷和融资租赁服务 进一步推动融资租赁市场的发展 好了同学们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